奥特曼视频也做了这么多期了 个人觉得我应该丝毫没有演示 我是个新生代厨 在我看来 新生代的作品不能说个个出色 至少每一部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闪光点 作为奥特曼系列可以说是完全合格的 但长久以来的刻板印象 让许多路人观众对新生代有很大的偏见 像是什么 新生代只会卖玩具 光污染 替他乱怼 文系不行 泽塔的经验表现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网络风评 但也仅限于泽塔 对新生代整体还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今天我就挑几个我个人认为最出色的文系单元回来简单讲讲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你能发现 新生代不只有玩具和打戏 文系水准同样值得一看 第一个是艾克斯奥特曼的第11集 禁止的怪兽 某天XIO接到了一个奇怪的报警电话 一处乡村出现了怪兽 但村民并非是想退职怪兽 而是想治疗怪兽的营养不良症状 听起来非常荒唐 但毕竟是XIO 见多识广 二话不说整队出发 到了后才发现这地方着实不一般 怪兽成了独家风景名胜 什么娘化力会周边摊位商标品牌 等等一切营销企划应有尽有 连请战队来的不忘拍照发推 感慨一番后 队员决定给怪兽注射营养液 一个小女孩突然冲出来阻止XIO的行动 说怪兽叫法奥林家 她根本不需要人类的打扰 然而手脚麻烈的队友已经一针扎了上去 安静的怪兽瞬间成了假抗患者 游客们吓得四散逃离 如何安抚怪兽又成了新的问题 大帝想起女孩的话前去调查 发现在村庄地下存在大量营养素 觉得怪兽也许不是生病 而是把营养输送给了土地 于是大帝跑去找女孩交流 女孩带她来到父亲的房间 墙上挂着填口亲笔写的剧本《太平风土记》 原来法奥林家这种怪兽 祖祖卑微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 在大县将至之前 会把营养繁补给脚下的大帝 自己化身一方山头孕育新的生命 是种非常温顺的植物型怪兽 而现在自诩善良的人类 正在毁掉她的温顺 SIO决定把怪兽转移到别的空地 防止她毁坏村庄 村长一听直瞪眼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虽然他们没有吃怪兽 但这无语于斩人摇线术 不行 当然不行 只是抵不过那边捷豹频传 村长修的亭 村长修的桥 村长修的本人雕像 均被狂乱的怪兽摧毁 两害取其情也只好忍痛可爱 搞快点吧各位 于是SIO用招牌黑客器把怪兽抬起 根须不断被强行拔出 吃痛之下法奥林家陷入狂暴 覆盖几公里的巨量花粉喷涌而出 一时间大家喷嚏不断 视野也被遮蔽 转移工作无法进行 此时大地站出来变身为X 不过这次他完全没有动手 哪怕被触手缠绕举高高也没有反击 而是展开一片防护罩 用高师傅同款的净化光线 让怪兽冷静下来 是的 这并不是以守护致命的战斗 只是奥特曼在弥补人类犯下的错误 仅此而已 理解X用意的法奥林家 与他对视一眼 身体服下缓缓闪耀 就在此刻寿终正寝 化作一片新的 绿于盎然的山坡 将剩余的养分变作金色的光鱼 撒向整片大地 村庄归于品尖 静止的怪兽 看称新生代最具文艺风格的环保宣传规 既有见钱眼开的人性讽刺 也有一惊落万物声的浪漫色彩 法奥林家只想在祖辈乡土上 寻找一方归宿 却被人类各种横加干涉 就像如今人类为了拓展自己的利益 放肆地砍伐森林 天海造路 为了自己方便 就把费水排进充满生命的大海 不断压缩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 一厢情愿地把大自然改造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却不想想生命既然存在 自有它存在的道理 以造物主的面目 自命清高地插手一切 是否想过自己也会在无法挽回之际 垂胸顿足呢 毕竟现实可没有奥特曼 为我们收拾烂摊子啊 第二个是罗布奥特曼的第五集 再见伊卡洛斯 弟弟在入学后 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学姐 学姐出身名门 但一直最新研究 怎么让人用翅膀飞上蓝天 被同学们当作怪人 戏称为伊卡洛斯 参观学姐实验室时 弟弟随手弄坏了一个 价值20万日元的领先 把自己搭了进去 半要挟半请求 都还成了学姐的助手 二人一起经历了 几次失败的飞行实验 看着学姐脸上的伤 弟弟忍不住问道 你为什么对飞上天这么执着 原来学姐出身在一个 传统的日式大家族 从小就被安排好了人生道路 出国留学 和素未谋面的人结婚 延续家族血脉 如同为开播 就盖棍定论的老套日剧 因此他唯一能决定的 就只有自己这个幼稚 却坚定的梦想 向来不正眼的弟弟 这次没有多说 陪着学姐一起通宵造零件 修机翼 改代码算强度 不知不觉被迫加入的助手 已经变成了共同追梦之人 最后一次实验前 弟弟终于把心里话说出口 梦想人人都有 可多少人即使有梦想 也不敢去挑战 学姐勇敢追梦的身姿 让她敬佩 也给了她许多的勇气 学姐回答 在人人都把她当怪胎时 只有弟弟肯定了她的努力 她对此也一样感激 然而实验刚要开始 风魔兽古厄巴萨出现 兄弟俩变身奥特曼上前迎战 古厄巴萨双翼卷起暴风 将两人击退 身穿飞行翼的学姐 也被狂风卷上天 情急之下 弟弟如战神附体 三下五周二击退怪兽 散去了满天风暴 学姐挥动双翼从迷雾中冲出 如真正的鸟儿般 翱翔于万里晴空之下 所有把她当笑话的人 此刻全都目瞪口呆地 望着她划过天际的身影 弟弟化身奥特曼 与她并肩飞行 她的梦想 她的憧憬 他们的约定 在此刻皆成现实 浪漫的宛如一场童话 伊卡洛斯因为过于靠近太阳 蜡烛绳的翅膀融化而坠落身亡 但他终究是曾经最接近蓝天的那个人 即使并非是出自他本意 学姐努力追逐自己唯一的梦想 弟弟怀着敬意认可学姐的努力 因为每一个为梦想全力以赴的人 都值得被尊重 这就是空想特色的浪漫之处 他可以用现实的口吻 讲述一个比童话 比传说更浪漫的动人故事 顺便一提 这集的监督还是天空兴隆 文系一流 打戏超一流 真正的文体两开花 第三个就是太阳的第十集 夕阳下的战士 这天优星又犯马虎被社长批评 垂头丧气的来找他的老熟人 小田叔 小田叔是个爱画画 爱讲冷笑话 人生阅历丰富的有趣大叔 他开导优星 年轻人呢 就像他画的这幅画 今天觉得这个颜色合适 明天用那个颜色顺眼 今天看清晨美丽想要离母 明天看夕阳无限好又会心动 不管怎样 失败了只要擦掉重新天图就好 多次反复 迟早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简单几句就让优星醍醐灌顶 显然这也不是第一次 小田叔就算是优星的人生导师 是可以畅所欲言的挚友 然而一老一少的望年娇 在今天即将被打破 托雷基亚找圣门 他一言戳破小田叔 其实是别号暗杀宇宙人的纳克星人 他们是天生的战斗种族 战斗才是他们生存的意义 想在地球平静的一样天年 根本是痴人说梦 看似聚聚山峰点火 实则聚聚诸心 小田叔根本无法否认 他动摇的内心唤醒了被封印的布莱克王 发现怪兽信号的一级一丝 派优星阿玉前来却扑了个空 转头优星发现小田叔就在附近 本能的察觉是有蹊跷 聊了几句心乱如麻的小田叔 不小心暴露了外星人身份 也听到了优星体内太家的声音 与此同时 老托出来搞事 优星变身太家去阻止 时隔多年再次亲眼目睹光之巨人 小田叔情绪激动 布莱克王响应他的战役 冲破了封印 老托 刘 太家一如既往的将眼前的怪兽消灭 却不知他已经击碎了 老友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 面对于变回人间体的优星 小田叔平静的说 你果然就是奥特曼哪 他向优星坦白了一切 不同于卑鄙阴险的同族 小田叔是一位有着荣耀与骄傲的真正战士 在战败于杰克奥特曼之首后 心灰意冷 把保镖布莱克王封印在弹内 来到地球隐姓埋名 成了一位普通的画家 那位强大的对手击碎了他的荣耀 但没有冻结他的热血 他坦言自己不是什么无辜之人 也夺取过他人生命 所以他不求安度余生 只求在最后找回自己战士的尊严 这最后一战 他希望优星能亲手赐予他 面对优星带着哭腔的鼻闻 小田叔再也说不下去 他把最后的一言写进信里 转交给优星 撕碎了那幅画了无数次的话 面对着熟悉的夕阳 变回本体 与优星遥遥相立 悲愤交加的优星大声喊 没有回答 一老一少在夕阳下展开最后的对决 画面里是一场充满悲壮色彩的战斗 画面外是小田叔在信里平静的自白 他感谢优星能和自己成为朋友 感谢地球给他这一段美妙的时光 但他终究是一名骄傲的战士 有些东西比平凡的生活更宝贵 即使失去一切也不失去热血 就算舍弃一切也不舍弃荣耀 他感谢优星给了他战士应有的归宿 希望优星不要为此自责 因为这就是他内心的选择 即使纵观全系列这集都算在上是最文艺的悲剧演出之一 所有人把这集跟战败反战败联系到一起 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意味 小田叔更像是魔兽世界官方小说里的兽人老兵 以战斗为骄傲是荣耀为生命 定位可以是恶人 但有着令人敬佩的恶人的坚持 即使沉寂多年也不改战士的本质 没有洗白也不需要洗白 凭借多角度全方面的塑造 让角色深深打动观众 同情上这个角色 在用最悲壮的方式送角色赴死 完完整整的诠释了何为悲剧的内核 这个夕阳下的重叠镜头 各是终极的情怀之境 在夕阳下战败而生 失去荣耀 又在夕阳下战败而亡 取回荣耀 从叙事到镜头到台词 都充满了昭和式的文艺色彩 称之为新生代至少前三的闻戏 我觉得应该实至名归 以上就是我个人心目中 新生代最佳的三场单元闻戏了 你问我为什么四四元狂想曲没算上 它那个前后闻联系太多 横跨四五级蝙蝠算是最佳文系之一 但不是单元回 如果这几个你没看过影 想自己去播的话 我向你推荐以下这些 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都有 看完你就会明白 新生代真的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文系崩盘 你总能找到一部自己喜欢的作品的 那么最后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点击关注按钮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